各位同学好 本章要介绍的是原子种类、数目以及排列方式 关于有机化物的性质和原子组织的种类 以及数目还有排列方式有关 内容就介绍原子种类以及数目排列方式 如何影响有机化物的性质 在介绍本章节我们先想一想 子含碳氢化物的我们称为碳氢化物 又称作为氢 那你知道吗? 其实气态的天然气、液态的汽油、固态的脏脑丸 皆属于氢类 那为什么都是氢类? 都只含碳氢 而状态上会有气态、液态、固态这么大的差异呢? 好,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原子种类 第一个原子种类是由子指数决定 而子指数相同的原子属于同一种元素 而化学性质的部分也会相同 所以其实每一种元素 它们的性质皆不相同 所以不同原子组成的不同物质之间的性质 当然也不一样 那我们图中看到的 我们的左下角我们叫子指数 左上角我们叫原子量 接着我们介绍一下有机化物的分类 有机化物分为碳氢化物 简称为氢 包含碳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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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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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有机化物 如果是含碳氢氧化物 我们有分四个类别 醇类 有机酸类 脂类 最后是糖类 好 接着我们要介绍原子总数 是不是会影响有机化物的性质 来 此含碳氢 两种元素 我们通称为氢类 还记得氢类有哪些呢 比如说碗类里面的 含碳氢 越多 肺点就越高 那常温下 就会接近固态 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只含碳氢两种 但是因为含碳氢不一样 原子总数不一样 它们会有所差异 比如说好比 含碳氢介在一到四之间 它是气态 好比说 甲碗 乙碗 饼碗 丁碗 都是气态 再来 含碳氢介在五到十七之间 我们称为 液态 好比说 汽油 心碗值 最后 含碳氢在十八以上 我们称之为固态 也就是我们衣除 常放的 脏脑丸 上述可施 就算原子种类 只含碳氢 但是因为总数不一样 会造成 肺点 状态 都有所不同 最后 原子的排列方式 是如何影响 我们的有机化物性质呢 我们看一下图中 有甲米 我们叫二甲米 乙醇 我们叫酒精 我们先看分子四 分子四都是C2H6O 我们从四形式可以了解 来 我们先看一下甲米 甲米这里有两个碳 而我们的乙醇也有两个碳 接着我们的甲米的部分 有三个加三个 所以总共是六个氢 我们的乙醇的话有五个 加上一个也是六个氢 最后我们看一下 甲米的氧有一个 乙醇的氧也是一个 所以他们总数都是两个碳 六个氢 一个氧 分子四一样 那表示它的原子种类跟数目都一样 可是你看哦 甲米的废点是-24.9 草温下为气态 而且不溶于水 可是乙醇啊 分子四一样的原子种类数目 它的废点却是78度C 所以草温下为无色 而且易溶于水 奇怪 原子种类一样数目一样 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状态 性质会不一样呢 简单说我们看最后的结论 可以知道 如果兼原子种类数目相同 因为排列方式不一样 导致性质 融点废点等等 都有所不同 好 学完本章节 我们来想象这一题 以碳氢化物的碗类 如果含碳数越高 则废点越 还记得吗 我们含碳数低的 例如说甲碗 乙碗 丙碗 是属于7态 再高一点的话 就变1态 再高一点 超过18以上 就变成固态 所以含碳数越高的 就越是固态 废点越高 好 学完本章节 希望你对有机化的性质 被种类 数目以及排列方式 是如何影响的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我们下课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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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